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每个月 都要去他爸爸那边 只要我女儿回来之后 都有一些视频 我女儿的视频 被放到网上去 觉得匪夷所思 已经没有底下了 每一次去送去的时候 我的心就 开始狂跳 然后送回来的时候 一样狂跳 然后去的那几天 我完全没有办法睡好觉 我又想到 他又会拍我女儿什么 近日 黄毅曾在某档综艺节目中 谈到女儿曾被前夫诱导 拍对话视频 每次把女儿送去 回来都会有视频 出现在网上 女儿被迫说谎 这让她很自责 没有保护好女儿 而女儿则回答 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好像说一点你不好 爸爸开心了 就可以在网上 少说点你的坏话 黄毅教女儿 不用讨好父母 要学会爱自己 你如何看待 这种相处模式